全球最大影音串流业者Netflix 在星期一表示 他称霸全球串流媒体的版图 目前将不包括中国 因为中国对外国数据内容的监管环境 变得具有挑战性 外媒报道 西方媒体和科技公司几十年来 一直试图撬开中国市场 但是中共严厉审查内容 包括Google和脸书都被屏蔽 苹果的iBooks以及iTools电影 在启动7个月之后都下线 迪士尼跟阿里巴巴合作的 迪士尼世界也被关闭